它是窗戶 石川先生和龙石丸 歷天使R3 太多東西戴 太多東西戴 回頭又回來了 玩具TV第十九季第五集第二節 這是我童年來說 我一個很喜歡的機械人 你不是聽回來嗎? 不是,但我沒有看過 完全不知道 我記得我聽回來 我小時候在美夫的永安買了套契合金 你聽回來就去買套契合金 聽回來那個人小時候 通常舊套契合金都會玩尾巴 對得最久的套契合金就是那一格 甚至乎這個 下場是怎樣? 下場是 有些背後的故事 但我記得那個人 小學畢業時 學校玩很開心 不錯 所以這個成為某一個人的一身 很重要的一個機械人 義士換伴 要交給他和大家介紹 對 這樣就是一隻砌好的逆轉網 真可憐 有人問我們有沒有什麼手錶 有人問我們有沒有什麼手錶和神軟 但沒有人課金 對 大家可以自己買 可以 可以 我沒有記錯 有一條連結是有這個籌旗的 大家都可以幫忙 沒問題 一元兩元我們都非常歡迎 我們馬上說回這個 就是這條連結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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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興趣 稍後再跟大家介紹 我也有訂 我也有訂 我第二次訂 我正在想會不會 算了 我先不說這些事 稍後再說 沒錯 逆轉網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由恐龍形態變成機嫌形態 這系列應該是環影時光那類 第七集環影時光 除了這個還有三冠王 之後後續 你幫它不出 出得逆轉網三冠王都不能走 準備另一隻像 對 硬件就是所有部件 有一隻蛋 也有拖卡車 這隻蛋有什麼用 這隻蛋就好像法寶 沒有在那裡走出來的 即是本身劇中 它就勾住 總是不夠敵人打的時候 這隻蛋又會爆出特殊武器 對 都是那種卡通的形式 對 看回恐龍 可以放近一點 很可愛 恐龍如果沒有 沒有開眼 應該可以 但沒有條體 沒有條體 沒有條體 跟以前的救學金差不多的形象 都是挺有趣的 它比以往的救學金的好處 就是它變身後 這個標誌是沒有了 當然射飛彈的功能就被取消了 有課金的連結 不可以長期保留 你實在想要 我可以問 有觀眾問 好 繼續 好 好 整隻東西應該是成熟 但David 你是主理的 有哪些地方是你特別加了 功夫 現在這個時刻還未見 我想要變身才會見更多 好 變身很簡單 就是把他的大肚腩拆出來 因為他每次在一部劇場 每次都會從恐龍形態出來 然後不夠打破 他就會崩起 變成一個翼珠王 我想多說一點 麻煩拍一拍這邊 這架是很好推的 如果像我們這些年輕人 很喜歡這樣玩 這架是絕對滿足你的 然後看看這架蛋 這架蛋的行李車 拆出來之後 其實他本身的革命件 都可以拆出來 再把它放進去 蠻漂亮的 我沒有錢買 之後就可以把它放進恐龍的肚子裡 原切都是這樣的 然後就放下 很棒 雀草形態 雀草形態 由龍變變色役 而當年大家最常斷的位 就是斷這條尾 因為那條尾有鐵片 不知怎樣 這塊很爛 但現在是固定的關係 所以不用擔心 這條天線都很爛 當然 觀眾問多少碗羊肉麵 這個羊肉麵 都沒有 沒有 對不起 他說棄培沒很開心 那這個軟件 如果說回來 對蛋 本身 他把了 這一幅 這裡 那他本身是跟一張貼紙 就是橙色和黑色的位置 但是我覺得這張貼紙的效果不太好 而且它本身這些位置是套進去的 所以我加了一些水晶膠 即是環藥樹脂 混合了黃色 現在變成凸 你一玩就玩到這麼高難度 對 這樣就會比較好看 都是D要的 難怪你說定了 然後它是可以打開的 可以安裝所有配件 這個可以的 好像出奇彈 好 已經變成一半形態 小時候會玩這個 都會玩這個大肚子形態 這個就是這個飛機 反轉就是頭 插進去 沒有誠意 不能叫變形 就變成逆轉王肥大肚板 只要把這個東西反在下面 就可以變身 真真正正的逆轉王 它也有些巧妙 這個設計和CM合金有些不同 你又玩CM合金嗎 我有CM合金 這個也有很多巧妙 但有一個問題 就是它的腳很容易掉出來 左右腳也容易掉 左右腳也容易掉 它本身的軸是很短的 所以變成容易掉 所以如果大家買回去組裝的時候 你會覺得突然掉出來是正常的 它會經常掉 當你組裝這隻 我組裝這隻時是經常會掉 這個應該是D-side force 還有有些筍位 你需要很用力才能拋進去 所以有些位置你拋完後 手指很痛 我自己分享一下組裝的時候 有一點意見 意見就是其實很順 沒有什麼特別的麻煩 或者Bug那時有些不適合的位置 感覺是沒有的 是用愉快來弄的 這隻東西是 它的位置全都很適合 但有些很緊 下半身 我現在看看 我也不記得了 應該是腰部的位置 另外它的胸口 貼紙? 是的 記得裡面有一張銀色貼紙 我就是第一次忘記了 然後要把一顆補射出來 我就好一點 因為它本身說貼貼紙 真的只有那顆 所以變成很大機會會遺忘了 是的 而剛才說到 把這個反轉 就可以變成了 無標指 無標指 要另外一 要交換力 上下可以嗎? 上下 要一段一段 這個 這個是 挺有趣的 是 這個是挺有趣的做法 最後換回逆轉和 A 拳頭 拳頭是有1、2、4 4隻 2個拿武器 2個攤大手 但其實是夠玩的 我自如用HG的模型來說 比HG的模型手更漂亮 你的手真的很漂亮 這些挺有動感的手掌 平時要付錢買才有 以MS來說 而且手是斜的 在拿劍或拿盾的時候 都是非常美觀 這把就是正義刀 正義刀 名字都殺死了 正義刀 大哥真是 以前年輕人只會分到正義和邪惡 它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對 它可動範圍是非常消卓的 好的CM 一定有些腰、扭、手、前後左右都沒問題 而且本身的關節都用PC膠的質地 又是不用擔心會扭鬆 鬆也要一段時間讓膠硬化才會鬆 甚至乎裙甲、租拳無法打開 變成你打任何姿勢都應該沒甚麼難度 可憐了 但它這支膠的問題就是 有些位置我上不了 你不要想上色 上色會花很多功夫和時間 你經常噴過灰才行 我只是盾子 盾子的位置是先滲滲 你好像點點是否也對 這也是 銀色的點點都是你自己的 銀色的點點 不知道看到嗎 有示範到一次它最大的問題 就是腳關節 它不太短 讓大家看 反正都掉了 掉出來就給大家研究一下 好像有觀眾課金 有課金 多謝 多謝 提反本身的妝是很短的 所以你吃下去的位置 當然你很難說長 因為它根本是下關節 可能要更加光一點 是黏住那些位置 所以你根本很難去做長 然後你只可以靠這麼多位置 這個下關的設計 其實有點蠢 拉上去 多謝金主 謝謝 好 結果就是一件好玩的玩具 你問我 是絕對值二百多的 一隻 比起七入金 它多一條已經是 射邊 邊狀的武器 魔神棒 它可以變棒可以變邊 當然 最後要展示的 一定是用這個形態 在腳底下有兩個洞 可以站上去 我沒有買到一條龍 太貴了 四塊多 一塊二百多 一塊二百多 就變成了 是一個完整的 換轉多了 舊有金也有玩的 不過舊有金也會加上一塊黑色的東西 墊著 就變成了 有愛有充 現在我眼見是便宜了 真的 便宜了幾十 都不知道幾十 我看過最便宜是二九八 嘩 我也很奇怪 我也想買多一副 混淡它 好 稍後見 好 下一個 接著到什麼 還不如鬼滅 好 你們一次過 來吧